一般民眾這類政治人物也都搭上了萬聖節的熱潮大稿創意 台北上蔣萬安在今年萬聖節就選擇cosplay動漫咒術回戰的人氣角色五條物 卻意外的和司議員林嚴峰撞角色了 當場他被問到覺得誰比較帥蔣萬安裝傻不回答是讓民眾笑翻了 而民眾黨的立委黃國昌則是化身死身在現場發送糖果 各政黨的政治人物都大玩創意要來展現親和力 市長可以先暫停一下嗎 因為媒體在問說我跟你兩個誰比較帥 我們先走吧 你都不回答 究竟是不想回答還是不敢回答 台北市長講完出席天母萬聖節嘉年華 扮成動漫咒術回戰的人氣角色五條物 竟然意外和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林嚴峰撞角色實在有點尷尬 講完趕快解釋選擇五條物是有理由的不是故意學人家 他和林嚴峰也在合照時一起比出五條物的招牌動作無量空處 讓民眾全都笑翻 畢竟萬聖節嘛先把政治放一遍 大家玩得開心就好 萬聖節搞怪cosplay風潮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也沒錯過 他化身死神拿鐮刀發糖果 還大跳甜心教主王心靈的新電心 跟平常咆哮的國昌老師判若兩人 萬聖節前的最後一個週末 各政黨政治人物們絞盡腦汁發揮創意 淘選民歡欣 謝謝秋風前面要再用 雖然宣酷朋友台北撐不到 雖然宣酷朋友